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腿启示 撒拉去世之后 亚伯拉罕145岁的时候 那年以撒是40岁 就是主前2026年佛法之约的56年之后 亚伯拉罕就要为他的儿子以撒选一个妻子 这代表救世的第一代已经过去了 新的一代主角登场 亚伯拉罕就和他的仆人予利予谢 起了大腿事业 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4章第二节说 把手放在我大腿下 大腿就是连结臀部的骨节 在近东的地区呢 把手放在大腿 就是表示说 起了忠诚和信身盟约的意识 亚伯拉罕在这个约里面 对他的仆人呢 提出了三项的要求 第一项要求就是 不要在迦南人女儿当中 为以撒选妻子 创世纪24章第三节说 你要娶世 不为我儿子娶迦男女子为妻 这是防止拜偶像 和不信上帝的文化流露家族 神不允许他们与迦南人交往的 一个措施来的 摩西的律法呢 明文规定 禁止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结婚 参考出埃及记 34章16节 然后你看生命记 7章3节记载说 不可与他们结亲 不可将你的女儿 嫁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叫你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然后第二项要求 要去亚伯拉罕的本族本乡 为以撒娶妻 参考创世纪24章第四节 亚伯拉罕的本族本乡 不是指无儿 而是指住在哈兰 亚伯拉罕的族人 当亚伯拉罕他们 离开吾尔的时候呢 他的兄弟拿赫的后衣 并没有和他一起离开 但过后呢 他们搬迁到这个哈兰 亚伯拉罕他如此命令 就是为了保存利约的百姓 纯正血统 而采取的一个措施 然后第三项要求 即使是女子不肯来迦南 也不可以把以撒带回哈兰 这个仆人以利以泄就问 亚伯拉罕 若女子不肯来 要把儿子带回原住地吗 亚伯拉罕说 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回去 创世纪24章56节 亚伯拉罕这样子回答 他的仆人说 因为亚伯拉罕他坚信 迦南地是上帝百姓以后 将会拥有的一块土地 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 他记住神和他的利约 神告诉他 这迦南地 以后会成为你后衣居住的地方 所以亚伯拉罕的心里面 有这个救赎史的判断 参考创世纪24章第7节 亚伯拉罕他心里相信 上帝会透过他的后衣 完成这个救赎世人的这个计划 第二方面我们看利百家的选择 在上帝的带领之下 这个以利以泄呢 就见到了这个利百家 他是巴旦亚兰 比土利的女儿 拉班的妹子 参考创世纪25章20节 这比土利呢 就是亚伯拉罕的兄长 拿赫和密加所生的儿子 参考创世纪22章20到23节 比土利和拉班 他们领悟到这个婚姻 是却以上帝的计划 所以他们就答应了 参考创世纪24章50到51节 然后利百家他心里也明白 答应要离开他有感情的故乡 前往一个遥远的迦南地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但他很乐意胜从上帝的旨意 并且谢绝家人建议 延迟 他立刻出发往迦南地去 参考创世纪24章58节 他这样的行动呢 就像亚伯拉罕当年呢 遵从上帝的命令 立刻离开哈兰 离开他的本族 本乡 富家 一样 这都是他们对上帝的信心 当这个隐蔽以赦 带着利百家回到迦南的时候呢 这个雨撒正在那里默想 他在祷告神 参考创世纪24章63节 雨撒他将自己婚姻的问题 完全交托给上帝 他祷告能够按着上帝的旨意成就 我们看到自从他母亲时候 他心里都在忧伤 一直到他跟利百家结婚之后呢 他心里才得到安慰 参考创世纪24章67节 好 第二个大点我们看 雅阁和雨嫂 第一方面我们看雅阁和雨嫂的出身 雨嫂他和利百家结婚之后 二十年都还没有孩子 参考创世纪25章26到27节 这段时期呢 他们的心里非常的惋惜和悲伤 雨嫂呢 为了要得到利约的后衣 他紧紧的依靠上帝 参考创世纪25章21节记载说 雨嫂因他妻子不生育 就为他祈求 耶和华 耶和华一允他的祈求 他的妻子 利百家就怀了孕 我们来看他祷告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 他像 焚香一样肯切 献上祷告 超世纪25章21节 那里说到的 祈求 希伯来文就是 阿塔 意思就是焚香的意思 启示录五章第八节记载 横切祷告 如香达到上帝面前 香那里就是说到 是众圣徒的祷告 启示录八章三到四节也记载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升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看到神必答应 恳切的祷告 参考真元八章十七节 那里说到 恳切寻求我的 必寻见 我们看到新月也有这样记载 彼得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 信徒恳切祷告 然后天使就开了监狱的门 救他出去 记录在使徒行传 十二章第五节 所以我们看到 恳切的祷告 神是会随听的 第二方面 祷告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羽撒他忍耐祷告二十年 他二十年忍耐到底的祷告 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到 这个祈求 这个祈求就是联系的意思 原文就是联系不断或者连锐的形式出现的 表示说从结婚一直到利百家生孩子为止 以赛不间断地为这件事情祷告 直到上帝应允了他的祷告为止 所以我们看到他六十岁的时候 利百家就生了这个双胞胎 就是羽撒和雅各 参考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我们相信在羽撒祷告的这一段时期里面 亚伯拉罕也必定怀着惋惜的心情 然后呢 为成就上帝的利约而和这个羽撒一同的祷告 过去上帝在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 应许他的妻子会生儿子羽撒 参考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 所以亚伯拉罕就把上帝成就他应许的这个经历呢 告诉羽撒 安慰这个孩子 让这个孩子能够坚定的相信上帝一定会应许他的祷告 所以呢就坚定了羽撒将会有孩子的信心 到了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 亚伯拉罕生了羽撒 然后羽撒呢在六十岁的时候才生这个雅各和羽撒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活到一百七十五岁 所以亚伯拉罕与撒和雅各羽撒三代一起生活了十五年 西伯拉罕十一章第九节记载 亚伯拉罕应信在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羽撒雅各一样 所以在十五年里面 亚伯拉罕教育他们上帝的话语 他对子孙传授上帝的信仰 这是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 就是要他成就得到立月的圣洁义务 参考创世纪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 所以求上帝也帮助我们 好好地教导我们的子女信靠上帝 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看到雅各以及羽扫的成长 参考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这个缩暴胎长大之后呢 羽扫就善于打猎 雅各就成为一个安静的人 藏在帐篷里面 因此呢羽扫爱羽扫 常吃他的野味 然后利百家就爱雅各 雅各常住帐篷 就是他住在帐篷里面 通过他的爷爷亚伯拉罕 得到了完整的宗教信仰的教育 所以他很爱慕上帝的话语 还有上帝的产业以及赐福 参考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今日的教会其实就等于帐篷 我们看到玛利亚爱慕坐在耶稣的跟前 听神的话语 所以耶稣就认证说 他已经得到了上好不能被夺去的福分 参考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九和四十二节 所以我们也要像雅各和玛利亚一样 选择爱慕上帝的话语 爱慕上帝的福分 听从神的话 一天这个雨扫从田间回来的时候 他很累了 他累昏了 就像在熬汤的这个雅各 要了一碗红汤 这个雅各就提出要求 要这个雨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 参考创世纪二十五章三十二节 雨扫他为了这碗红豆汤 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 西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就说 雨扫清看长子的名分 他是个贪恋世俗的人 西伯来书十二章十七节也说 雨扫虽然豪酷 切求父亲 但是得不到悔改的机会了 他失去了上帝给他长子的这个祝福 因为他卖了长子的名分 好第三个大点我们看 雨扫河景 地方面我们看雨扫搬迁 在祖前一千九百九十年 雨扫七十六岁的时候 他住的地方发生了饥荒 他住在这个比尔拉海来的附近 他就迁移到这个非日式人的地 基拉尔去 参考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一节 当时他是途经这个基拉尔 因为本来他想要去到丰盛的埃及地区 但是上帝却向他显现说 你不要下去埃及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我必赐福给你 参考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到三节 神答应要把这个地赐给雨扫 监定神与他父亲亚伯拉罕的立约 所以雨扫就顺从上帝 就留在基拉尔这个地方耕种 上帝就赐下了各种福分给他 第一个福我们看到 上帝赐他百倍收成的福分 我们知道当时雨扫是以畜牧业为生的 就是牧养羊群牛群 他对耕种其实不熟悉 但是上帝让他在耕种上收成百倍 然后第二个福呢 上帝让他成为大富富 参考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说到 他就昌大日增月圣成了大富富 日增月圣的意思呢 希伯来文是high luck 就是连续两次使用 或者是行走去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持续成长进行的意思 韩语的圣经就翻译为 财产渐渐增多 第二方面我们看 以撒的井 以撒他变得富裕之后呢 这些非利式人就很妒忌他 把他挖的井全部塞住 以撒因此呢 就一直更换居住的地方 以撒没有和非利式人增进 而是圈移到别的地方 他的态度让我们学习到 第一方面 圣徒不要与恶报恶 我们要与善报恶 与善没有向恶人报仇 他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 与温柔忍耐去面对 罗马书12章17节说 罗马书12章17节说 不要与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然后 帖撒罗尼加前书5章15节也说 你们要谨慎 无论是谁都不可与恶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 或是待众人 常要追求良善 彼得前书3章9节也说 不要与恶报恶 与路骂还路骂 道要祝福 因为你们是为此蒙招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所以以撒遵行神的话 没有与恶报恶 结果非利式人主动与他和好 我们看到良善最终必得胜利 第二方面我们学习到 上帝利用非利式人 成就上帝的旨意 以撒的井被塞住 表面看起来好像以撒 遭受到不明不白的苦难 避泊淹害 非利式人一位妒忌 把亚伯拉罕以前所挖的井 全部塞住 所以以撒就没有水喝了 他就搬迁到别的地方 重新挖井 我们看他怎么挖了三个井 第一个就是在基拉尔顾挖的井 创世纪26章20节记录 这个井的名字叫做埃舍 就是象征的意识 这井被非利式人霸占之后 以撒另外重新挖井 记录在创世纪26章21节 这个井另外叫做西提纳 意思就是为敌的意识 说明非利式人的攻击 帝国越来越强 他们又霸占了这个井 所以以撒另外又再挖井 基罗在创世纪26章22节 这个井叫做利和国 利和国就是宽阔的意识 这个井离开基拉尔已经很远了 位于别是巴南边30公里的地方 后来敌人就不再争夺了 因为离开基拉尔已经很远了 以撒他在非利式地不是自己的地方 他不与他们相争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以撒井的这个事件 以撒为了躲避非利式基拉尔路人的增进 一直过着迁移的生活 后来他搬到了别世巴 别世巴就是亚伯拉罕栽种水柳树 敬拜祷告上帝的地方 参考创世纪26章23节 还有21章33节 上帝就是通过这些非利式人的逼迫 主动的让这个以撒搬迁到这个别世巴去居住 虽然这个别世巴的地势 比这个利和国低了150米 可是圣经却说上别世巴 表示去到上帝所预备所安排的地方 就是一个向上走的人生 好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学习到的 首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他的仆人 一力以借 起了一个大腿事业 要他的仆人答应 去到亚伯拉罕的家乡哈兰 为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 上帝就很奇妙的带领这个仆人 很顺利的找到了亚伯拉罕兄长拿和的孙女 利百家做以撒的妻子 然后我们看到以撒把自己的婚姻和生育孩子的事情 完全的交托上帝 祷告上帝 上帝就让他在40岁的时候才结婚 然后一直到他60岁的时候 他才得到双胞胎 于嫂和雅各 于嫂呢就贪恋世俗 轻看了长子的名分 为了一碗红豆汤 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弟弟雅各 失去了上帝的祝福 雅各呢就很看重上帝的话和上帝的应许 我们看到以撒他是信靠听从上帝的一个人 他不前往埃及 他听上帝的话不前往埃及 居住在基拉尔 上帝就大大祝福他 使他昌圣 以撒就不与当地的人非是人争计 不与恶报恶 上帝就祝福他 所挖的井都有水源 让他搬迁到上帝赐给他的别是八七柱 所以上帝带领祝福亚伯拉罕以及亚以撒 就是为了成就上帝和亚伯拉罕首例的月 上帝要让亚伯拉罕有许多的后应 并且得到迦南地 在迦南地建立以色列国 让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国里面 完成拯救世人的计划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内容 好我们就从这个内容我们看 今天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心得 第一个心得我们学习到 神引领以撒的苦人 于利以谢 为以撒找到了利百家作为妻子 上帝就是那一位按他计划成就历史的那一位神 所以我们要完全的信赖上帝 相信他会带领我们的一生和前途 然后第二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到 以撒从父亲学习到对上帝行事有信心 等候上帝的时间和他的计划 我们也要用榜样教导我们的子女 学习信靠等候上帝的应许和安排 然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 余嫂呢贪爱世上的吃喝享乐 清看上帝的话语和永恒的福气 雅各却爱慕聆听上帝的话语 坚定相信上帝应许和祝福 还有上帝的产业 因此我们也要像雅各这样爱慕上帝的话语 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 上帝赐下永恒的福乐 然后第四方面我们要学习以撒 不和人争敬 不与恶报恶 如果今天周围有人欺负你 你要好好地依靠上帝 不要去与人争斗 不要报复那些恶待你的人 上帝必定大大的赐福给你 就好像赐福给以撒一样 上帝会把这些苦难变成祝福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愿意好好地依靠他 相信他 知道他就是那位带领我们前面道路的神 好 我们一同来祷告 神感谢你自己 让亚布拉罕能够完成神你自己的这个计划 让他能够有很多的子孙建立了这个以色列国 让他的后裔在加满地建立了以色列国 我们感谢你 耶稣基督在这个以色列国降神了 完成了拯救我们世人的这个救恩 谢谢神今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 帮助我们也愿意去传扬这个救恩 让周围的人都因我们得福 是的神我们感谢你 求你自己帮助我们 也愿意信靠你自己的计划 顺从你的带领 等候你自己的时间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上世纪就是与神学2 这个课程呢 到这里结束了 今天是最后的一堂课了 改次我们会在教会进行实体的教课 求神祝福大家 都有亚伯拉罕和以色的信心 能够得到神大大的赐福 也能够将这个救恩传给别人 好 大家再见 谢谢 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